瑞丽是一座边境小城 瑞丽江沿着城市边缘向西流去 在缅甸境内汇入伊洛瓦迪江 最终流进印度洋 瑞丽江流进瑞丽坝子 就变成了中缅两国的戒河 江对岸有三座缅甸的城市 它们分别是九谷、穆解、南坎 穆解市是缅甸最大的陆路口岸 和瑞丽市的结告疲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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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鲜青甜的凉拌青木瓜 酸茶叶拌豆 是典型的泰国和缅甸风味的菜肴 瑞丽自古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遗战和口岸 两国边民通商故事往来频繁素有包拨之情 当地的饮食也受到了影响 既有当地少数民族的风味 内地中华料理的精髓也有缅甸泰国的风格 当然也缺少不了英式殖民地的痕迹 最典型的就是奶茶 还有菜肴中大量洋葱 奶油 西红柿酱 柠檬 香料的加入 具有典型泰绵风味的瑞丽美食 是这个边境小城地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瑞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古代的露川王国的都城遗址 就在现在的瑞丽城边的戴族寨子 所以这里又叫老城子 老城子的歹族人家都是制作美食的高手 因此很多人家都开启了家庭餐馆 你随便走进一个家庭餐馆 各种独具特色的菜肴 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这里的洒撇又是另外一种吃法 把制作好的洒撇灌入新鲜的牛髓泡里 然后在炭火上慢慢的烧烤至皮黄肉熟 然后切片装盘 沾牛骨水汁 沾牛油 沾牛油 开锅 锅 海骨 最后衣着 中火 放入 放入 全 昆盘 多 没 这样的吃法既保留了洒品原有的清香苦甜 又有炭火烧烤后的酥脆糊香 使原有的味道更加的醇厚 豆腐炖牛尾的做法别具易格 牛尾慢火炖三四个钟头 带肉鲤骨豆腐变成了蜂窝状便可以食用了 牛肉的软糯加上浓郁的豆香 融合交汇互相渗透 吃肉和汤浑然天成 牛脑牛骨髓牛脚牛头 这些被称为牛下水的东西 在歹足大哥的手下 经过熬煮慢炖 就变成了美味可口风味独特的歹家菜药 搬上了招待亲朋好友的餐桌 成了宴席中的上品 歹足人家的庭院里都有一个厚花园 里面种满了花卉 果树 家常菜蔬 特别是制作歹家特色菜药的佐料 都可以在菜园子里找到 茴香 小米辣 香柳 金钙 免延碎 香茅 薄荷等等 瑞丽有169.8公里的国境线 由两个国家级陆路口岸通往缅甸 每天都有大量的缅甸农户产品和海产品 通过板丁口岸进口 然后 花碗全国各地